走进不离这南洋路社区 一看到有整齐切制猪肉正在风干 这应该就是有香传有贩售 湖南除手工腊肉的地方 而正在整理猪肉这位女士 想必就是我们找的女主人 问她为何在外曝晒风干 原来这就是湖南传统道地的做法之一 不用烘焙的 所以它的口感跟外面做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保持我们那个妈妈传统的古早的味道 要在外曝晒风干 必须选择有太阳的时候 这就是天然杀菌方式 而时间上要看整个天气的状况 复晒在太阳下面 不可以说阴干 一定要大太阳晒才会杀菌 大太阳的话 这个台湾的天气可能四天 稍微小一点太阳可能晒一个礼拜 女主人说在大陆湖南 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食材 尤其逢年过节 家家户户都会自己来制作 家家户户都会晒很多 都是必备的食物 要做完一个腊肉背后过程是非常繁琐 从腌制开始都有规定的步骤 而到完成至少要花上两个礼拜的时间 腌制一个礼拜每天都要翻了 它的入味才会均匀 所以腌一个礼拜要晒差不多一个礼拜 我们接近完成瓶 马上可以感受普比而来的优雅薰香味 色泽光亮 女主能保证绝无添加色素及防腐剂 它的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不一样 它的颜色也很漂亮 吃起来也很高 然后它那个外面的 就是可能做好之后 可能会有一点的带黑色 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的 没有防腐剂也没有色素 为何外表看过去 跟我们一般台湾市场看到的腊肉搭不相同 女主能透露差别在于曝晒过程 台湾的全部是那个料下去腌制 可是我们晒的时候会把那些料洗掉 口感会让人难忘 这就是最大秘诀 女主能是依照传统道地配方 到中药店去抓药 在磨成粉之后加入肉品腌制 中药的方面我们都是自己去中药店去配料 回来自己给它抹粉下去用 应对腊肉品质信心十足 而坚持天然传统做法 现在将以简单的食材料理方式呈现给大家 现在我的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炒青椒 然后一点葱 如果是你买回去 你不要这样炒也可以 就是你不管怎么料理都是非常好吃的 简单且快速的方式就可以做出美味佳肴 当然这龟公鱼腊肉已具备了咸度香度 所以客户买回去之后可以做出任何美食料理 让家人都能感受幸福的滋味 用蒸的直接配那个蒜也可以 然后就是饱饭也可以 然后炒饭丁 就是炒饭也可以 就是看你怎么吃 怎么味道都可以 因为强调是纯手工制作 而且都是一个人来完成 每日出货数量有限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先预订 外线式的可以载配送到家哦